用鼓励的方式 期望使学生的绘画灵感源源不绝 在学习的过程中是辛苦的 若有一个良善的老师 愿意将以往的经验情能享受 必定能让学习资助路走得更顺遂 请美设大油画讲师张美莲 发挥自己的所学 教导美农地区的素人画家 从对绘画里超不通到开幕画展 让美农的好能通过画作被更多人看见 开这堂课的呢 我的观念是认为说 其实一般我们退休人员 退休之后呢要学画 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学画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让他们自由发挥 我从来不设定主题 我从来不要求他们要怎么画 从头画啦或什么都没有 那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零开事 所以呢那在画的一两期过程当中呢 慢慢的呢我会引导他 走他的方向 因为我每一次会有一个主题丢出来 你画不画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由这个过程当中 去看他们的特性 然后以这个特性去引导他 为什么要引导呢 因为很多人学画之后呢 就会都是跟老师的话 都每一个人的话出来 就是说啊 这个画像老师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哦 我们现在是 我都是引导老 引导学生 然后呢 让他们自由发挥自己的创作 美容地区的田园风光 以及客装风情 在后部上一一呈现 一幅幅作品都能感受到其生气 而张美玲老师 在学生创作初期 以鼓励的方式教导学员作画 不局限创作组 让学生在画部上能够自由挥洒 灵感获得了无限延伸 切意的美容风情 更在作品当中深深体会 十方新闻杨玉带 简易林 高雄采访报道